好 看完婆婆的愛心 接下來我們要看 這一位殘暢奧運國手的故事 她叫做軟警員 一場車禍的意外 徹徹底底改變了她的人生 墻上掛著一大串一大串的獎牌 強強的響 書架上擺著獎杯獎座 前門貼了各家報紙的採訪簡報 而這些簡報所報導的主角 就是這位身材壯碩 有著古銅色肌膚的男子軟警員 63歲的她沒有左腳 卻是國內外各種運動賽事的場勝軍 光是正規鐵人三項大賽 就已經參加了25次 她曾經當過基隆市立游泳池的游泳教練 也當過海上救生員 像她學游泳的學生被她救援過的人 男女老少都有 但其實軟警員年輕時 是個完全不同的人 在29歲之前 她雙腿健全 卻是個汗鴨子 根本不會游泳 沒想過要去游泳 曾經是卡車司機的她 搬貨是她以前唯一的運動 我們家卡車也是要搬貨的 都很辛苦的 我們十二噸也是大台的 那一次要載八噸的貨 八千公斤啊 我很辛苦的 一般卡車有兩個助手 我沒有請助手 我老婆是幫我做助手 我們小孩子 那個六個月跟兩歲都在車上生活 大 那個要大小 上大小澳都用那個 以前那個團館在車上解決 鞋子啊 帶便當都車上遠路吃 都沒有停下來 一直從基隆開台東 除了大人要停下來以外 小孩子都在車上處理 都遠路一直開 我吃完也沒停下來的 我吃完都是我老婆 為我一直開 開到台東 對 非常辛苦能力 開卡車開了這麼多年 總不能一直帶著小孩子去工作 阮景元想要轉換跑道 於是他嘗試擺攤 流動癱瘓 流動的車子就是要被開單 你跑不來啊 那又不是正式的攤位 那是算了再回拖車 再回連結車 阮景元想想 又回去開車的老本行 因為連結車收入較高一些 就開始駕駛連結車 這看似普通的抉擇 沒多久卻為他招來了一個意外 他本來平凡的生活 四次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那一天早上 他其實我們去上班的時候 大概十一點多 就公司打電話來家裡 他跟我講 不好了 你如果有人出車給我 那因為我那一天 車禍那一天 我本來是開空板架出去 結果我出去的時候 就看到對象的同事要來超車 不過那超車的路線很長啊 他前面有一部計程車 他很早可以開過來 就超過去就好了嘛 不過他輸掉說 我們的連結車要後輪回去 那個板架才會回去 不過他前面回去後輪沒有去 後輪那個板架的肩腳 一撞到我的大燈 來不及反應該怎麼辦 他的腿傳來強烈的壓迫感 我不曉得怎麼注意 我沒有分倒 全部沒有分倒 他協助這樣 那個鋼索把引擎 那個方向門這邊拉出去 好不容易拉開 再幫我抬出來 就曉得腳掌掉了 他的傷口 開放性的傷口 而且有鐵砂在裡面 所以最好的建議就是要截肢 那當然截肢第一時間 我跟我爸爸都沒辦法接受 隔天一點半醒來 剛好二十四小時跟車禍 一起來我腳被切掉了 我不曉得我腳被切掉了 我以為應該接回去就好了 我問我老婆說 為什麼會被切掉 她不敢回答 阮景元身邊圍繞著家人 大家看著她 卻沒辦法為她多做些什麼 曾愛阮景元的阿嬤更是傷心 我在一夜的時候 她說要把腳切給我 我看阿嬤 對 她來看我 我腳切給我 所以說到我最流淚 看到阿嬤的不捨 阮景元的心中 做了一個決定 我就自己思考五分鐘 面對現實吧 就認了 你馬上就 就認了 阮景元的阿嬤 當時急得想要切下腳 給她補上 她知道阿嬤心很痛 多麼希望她能夠恢復到完好如初 但事實就是 阮景元以後的人生 左腿將永遠不再完整 沒有 我只有一塊要站起來而已 我倒是很勇敢於面對 就想說反正 沒有悲觀的想法 我沒有去 從來沒有不用去 自己往面對 而且最重要那時候 我小孩子很小 才唸幼稚眼而已 所以所有的 一下子來了那麼大 外來的因素跟壓力 其實我的內心是非常的 很掙扎的在那裡 可是她很樂觀 她講說沒有關係 我們要共度人生 人生遭遇到這麼大的事故 阮景元沒有認對 她不再去想無法改變的事實 她唯一受不了的 是躺在床上不能動彈 看著家人難過 一想到阿嬤傷心欲絕的樣子 她就更加下定決心 要趕快復健 不要讓阿嬤擔心 她開始利用游泳訓練自己 雖然一開始 必須重新平衡身體有所不便 但她堅持天天去泳池報到 本來擔心自己的外觀 在游泳池畔出現有點尷尬 但沒想到無意間 聽到旁人的對話才發現 別人看到她反而受到激勵 開始認真學游泳 以前我們叫她開相館 然後她就會把她一些運動比賽的照片 拿來給我們洗 然後那時候我就洗完照片 我看起來要掃一隻腳 然後還可以比賽游泳 然後還有掛很多獎牌 我就覺得 這實在是太厲害 做得比一般人還要厲害 所以後來我就好去游泳池跟她學游泳 從游泳找到力量 南景元不斷練習 從不會游泳到後來可以參加比賽 她下足了苦工 一九九二年還獲得殘障奧運的國手資格 同年也代表國家到日本參加游泳比賽獲得金牌 但參加了國際游泳比賽還不夠 她後來聽說台灣有一個大型的鐵人三項比賽 毫無經驗竟然就決定報名參加 我說既然我成長之虛 還是對所有有幫助 那我當然選擇更多的運動來 到後來我就設定說要超越正常人的目標 去做 選擇更多的運動 其實她其實投入這種比賽 第一次我是反對的 她第一次去參加的時候是她自己去 我沒有去 因為我反對 所以我沒有參與 然後她就腳踏車用氣的 然後人就自己搭火車就去比賽 腳踏車我一直 剛剛念的時候都會破皮 跑步也都會破皮 一摩擦都破皮 那時候都在 剛剛還不熟嘛 很多都在一直在磨合期 剛才適應期啊 可是老樣子 閃檢員面對挑戰從不退去 即使一直斷了也要繼續前進 說什麼也不停下來 常規的鐵人三項比賽 要游泳一千五百公尺 騎自行車四十公里 跑步十公里 她裝著一隻完成 已經很不容易 但她並不因此滿足 又設了新目標 她決定要 遨遊海陸空 少了一條腿 下降會被一般人困難 但她卻不被受限 練起了飛行傘 後來還在基隆 飛行運動協會服務 到處走 到處飛 但有人看了 也曾經惡言相向 以前看了 她說在拍腳什麼 會這樣講 現在慢慢在 大家水準慢慢提高 比較好一點的 比較沒有那種現象 因為 像百元人 什麼人 你都沒有說 當然也會在嫌你 那個人少數 卵警員專注在給大家正面能量 描述任何往事 態度都樂觀開朗 她唯一的憾事 只有無法讓自己的阿嬤 看到今天的自己 我二十歲的帶頭 我那是我太太 我到底當作我阿嬤面前 我要替你綁回面子 我要 萬古流芳 不要儀秀萬年 要替你出面子 那我做到 我真的做到 我真的做到 不要不斷的運動 繼續比賽 比較不能比為敵 有時候我跑一跑跑得很累 有時候我會覺得 教練在我前面 他都沒停下來 我也沒有理由停下來 然後小時候爸爸覺得 我小時候就 叫我訓練我們 就是有三千公尺 三千公尺 就 對 可是體力也很好 看到他做的那些事情 就會自己 就會把它套用在 很多事情上 就是不會那麼容易 受到挫折 對 他就是我們精神點的班隊 就是 你遇到 就是我們 應該說是一種 無形的靠山就對了 精神的精神 採訪前一天 阮景元還去參加保齡球比賽 真是一刻也進不下來 在今年步入六十三嘛 所以還在 目標在比兩年 盡量完成 完成到沒辦法比 再看有比的其他項目 再來再看 對社會的幫助 是我會盡量去做 從平凡的卡車司機 變成激勵人心 鼓勵大家健身的獨角運動家 家人朋友都以他為榮 阮景元還要繼續跑下去 樂觀追求目標堅持下去 別停 真的 連府 本集中 我們請客 請客 請客 邊 請客 請客 請客